發現肖氏的是這個男人 3月時向警方報案 誰知又有新招 這隻女鬼開始出門 接著在門口抹市 就連走廊都有 鄰居都頂不住浸脫 女鬼最近一次出門 是在今個月25號 連閉路電視都打爛 狼小姐說 只是計在門口抹市 短短七個月 已經發生了13次 她目前搬去第二處站住 警方到現在還未抓到人 亦不知道犯事是否同一個人 有當地律師就說 犯人一旦被捕 有可能被控尋釁滋事罪